字幕提供 剩最後三關了 早點把它錄完 昨天我搞笑了 我把麥克風切到超小聲 結果自己都忘記了 不會吧 不會吧 唉 這謎題還蠻簡單的 但是時間不太過用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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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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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是什麼劇情呢 其實我還是看不太懂 他是死掉掉到地獄還是 已經上天堂了 眼睛還亮著的 可以控制嗎 可以 我們往回走走看 不好意思已經回不去了 為什麼 我已經在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女孩 我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了 這是電腦自己控制 等一下他會不會給我一技迴旋踢然後把我踹飛啊 弱勢的話這個真的是超神作 有沒有很像決戰富士山 那結束了 看不太懂 製作群登場謝幕 那成就跳出來了 我們後三關 大概我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時間不到10分鐘結束了 好快早知道昨天就一併給他破一破 昨天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整體說來Limbo還算是一款 一個很不錯的那個 解謎動作遊戲 算動作 也其實也不算動作 就是很單純的解謎遊戲 那 價錢也很便宜 也不用吃什麼效能 整個畫面的那個色調藝術 還蠻不錯的 給人一種 孤己 孤獨 黑暗 一種 獨活於世界上的那種空虛感 這營造的還蠻不錯 這錢算是沒有白花 我記得好像 不到50塊 以這個價錢來說 這樣的遊戲算是很值得 好那我們Limbo 玩到這邊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